拜振庭这个名字来源于一个由希腊移民建立的小城市 其西北部是金角湾 东部是波斯普鲁斯海峡 海峡连接了北方的黑海和南部的马尔玛拉海 并在更远处通向达达尼尔海峡 间接地连接了爱琴海和地中海 毫无疑问 这座城市在欧亚之间独具战略意义 由于这里的战略价值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于公元三世纪迁都于此 将其命名为新罗马 意在建立一个可以与罗马媲美的新都城 后来城市意名为君士坦丁堡 也就是君士坦丁之城的意思 公元395年 罗马帝国分裂 君士坦丁堡遂成东罗马帝国的首都 在四世纪晚期 它已经成为地中海东岸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至于拜占庭帝国这个称呼 其实是历史学家创造的 以纪念拜占庭这个帝国的发祥地 它指的是公元五世纪到十五世纪 以君士坦丁堡为都城的帝国 公元1453年 该城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 名字也变成了现在的伊斯坦布尔 想要深入地理解拜占庭的艺术 最重要的是清楚当时的政治与宗教状况 拜占庭帝国最重要的特征是高度的极权统治 为了把权力全部集中于皇帝手中 君士坦丁创造了政教合一的新制度 这意味着其统治的合法化得到了神的肯定 同时自己也可以干预帝国的宗教事务 为了配合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 君士坦丁大帝下令修建了众多庞大的建筑 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 经过多次的重建与维修 如今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气势依旧不减当年 圣索菲亚大教堂大厅呈正方形 内部结构遵循希腊十字的模式 除了巨大的中殿以外 还包括两个尺寸偏小的侧殿与前后殿 宏伟的穹顶如覆盖大地的苍穹一般 构成了整个建筑的核心 让举头仰望的人感到崇高的宗教感 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包括巴尔干半岛 安纳托利亚 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以及部分的非洲东北部地区 虽然在西罗马帝国覆灭后 意大利北部的拉文纳失去了西日帝国首都的荣光 并且被东哥特人所占领 但是东罗马帝国于公元五世纪再次将其夺回 并且将拜占庭艺术带到了这里 在拉文纳 我们也可以看到来自东方的中央集中平面结构 这里的圣维塔莱教堂 同样采用了复杂的几何结构 但是并未遵循西方教堂的标准十字平面 而是少见的八变形 结构上同样采用了交叉拱顶的结构 使建筑在垂直方向完成了 从多边形的地面到圆形拱顶的延伸 虽然建筑的一侧设有厚垫 另一侧也有一条前廊 但是该建筑的焦点 依旧集中在了巨大穹顶的中心 这个从地板到穹顶 从地面到天空的主轴 刻意强化了建筑结构的象征意义 拜占庭艺术的另一个重要元素 是教堂内部的镶嵌画取代了传统的壁画 在圣维塔莱教堂中 我们可以欣赏到查史丁尼皇帝和他的侍从们 这幅精美的马赛客 查史丁尼被描绘成了帝国里至高无上的领袖 手握政治 宗教和军事大权 在他两色描绘有帝国的官员 军官和高级神职人员 由于拜占庭帝国皇帝本身的权力 所以我们可以经常看到 皇帝与皇后与圣像同时出现 由于马赛客本身的特点 加上宗教的主导作用 圣像的刻画逐渐脱离了 罗马早期艺术中的希腊传统 宗教人物的身体被拉长 失去了身体的重量 目光严肃 且具有威慑力 拜占庭的艺术家们 并非描绘当下世界的样子 而是刻意创造一个神圣的精神世界 在耀眼的金色背景下 人物仿佛置身于壮丽 且永恒的天国